高嘉瑜逼他辞立委 而向来挺绿的馆长怒呛周虞寇了 造成防疫破口的三加十一政策 你怎么不提 怎么不呛苏贞昌和立委范云该辞职下台 为了疫苗特权争议侵略名嘴 周虞寇狂红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挺绿的馆长看得一把火反呛 可可姐敢不敢用同样标准 去问统出防疫漏洞的立委范云 你敢不敢呛范云 更严重的事情是三加十一嘛 人家范云是仇庸的一个立委 不分区立委 你不去搞他三加十一 你叫他三加十一嘛 是不是你提的 你现在持续立委你赶快来呛 你呛一个民选的 对不对你那么公平 你呛一下范云 叫他马上持续立委退出政坛 你敢吗 卫福部大甩锅破口一度想推到万华 被骂爆之后改口道歉 但说要为三加十一边境放宽 政策负起责任的陈时中 到底负了什么责任 你好好 我巴着你的老板就好了 好不好 我巴着老板 我巴着老板 好不好 你就跟范云讲嘛 三加十一负责嘛 今天就退出政坛嘛 看一下谁通过 你呛一下苏贞昌嘛 对不对 他决议的嘛 看谁决议三加十一嘛 所有人都退出政坛嘛 只要点头的 你敢呛吗 绿到爆炸的一位女生 有多绿 他绿色这个颜色 就是为了他命名的 周玉寇嘛 他说不然你要下台 不然你应该找 民进党要负责任 应该处理 他的部分区的立委 他完全不认错 病毒没颜色 防疫却看颜色 该检讨的破口 使而不见 可怜五股百姓 现在还得用生命来 对抗疫情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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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